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非常漂亮的小车 对吗 而且走近一看 这些小车可都是用平面图形给它拼成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就请我们小朋友来数一数这当中的这些图形分别用了多少个 来吧 孩子们 暂停视频键 自己动手把空完成吧 怎么样 你们做完了吗 嗯 老师刚刚看到了 有一些同学说了 老师你看 不就数个圆吗 多简单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好吧 你虽然能够把这个个数数对 但是乐乐老师觉得呀 这样的思考方法我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万一以后这个题目变得复杂了 有好多好多语言出现的时候 你肯定会有遗漏的 对不对 所以呀 在这儿建议我们小朋友拿到题目以后 你看到是数图形问题 有关于图形的技术 咱们在做的时候 脑子里面一定要清楚按照顺序去做 对吗 那当然了 这个顺序呀 指的就是方位顺序 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从上到下 你也可以从左到右观察 也可以怎么样啊 说老师 那我由大到小 OK 没问题 总之这个顺序一定要给他选清楚 听明白了吗 嗯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注意了 哎 我就按照人家题目当中的 哎 这个顺序去做一做啊 首先 注意 先数一数三角形的个数 好了 三角形 我现在就想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去做它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看 乐乐老师我在数的时候 数过的会给他做上标记 对不对 用来提示一下自己 这个我已经数过了 所以啊 希望大家要养成非常非常好的学习习惯 数数的时候 别忘记做标记 听明白了吗 嗯 好 那么三角形我数完了 几个 四个对一对你的答案啊 你数对了吗 别得意啊 还有呢 继续来看 下面 这个图形是什么呀 正方形 对不对 好 正方形我找找啊 哎呀 这里面的正方形好像只有一个绿色的 对吗 好了 正方形只有一个 嗯 再来长方形 长方形跟着我一起来瞧一瞧啊 哦 你看这里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看看 数图形的时候做上标记就不会重复 也不会遗漏了 那么长方形应该会有四个 对吧 最后该到圆形了 圆形呢 我就想按照从左到右 从下 往上的顺序去数一数 好不好 好 咱走着 一二三四 完了吗 没完 再往上五六七 对吧 所以圆形在这里面应该会有七个 怎么样 宝贝们 这一道题你做对了吗 好了 正确答应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注意了 通过这一道非常非常简单的小题呀 乐乐老师希望我们小朋友 嗯 来看 时老师点心 在数图形的过程当中呢 要养成按照方位顺序去数的这种好的学习习惯 而且呢 希望大家在数的时候要做上标记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做到 不重复也不遗漏 怎么样 宝贝们 有关于图形技术的问题 你会做的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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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